美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史王善知事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繼續來講解我家的風水,昨天晚上大家觀賞了禪吉山仙佛寺最快淨土的建設,我們都是順天、和天、治天、達天、統天 然後最後境界就聖天,聖天不是我們人有多大的能力去聖天 而是我們的心領悟了一切法融入住人以後,我們所得到的心安與法喜才是聖天 命由我自己來掌握,服我自己來創造,由我自己來行功,這個都是聖天的法則 如果,若是一個人在世間上,每天空思,幻想,我有多少的能力,我有多少的智慧,我能創造什麼 做得虛無飄渺 那麼只有力行去實踐,將我們正確的方針尼定出來以後,我們就一步一步去努力 一步一步的去學習各種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去進行、學習、實踐、歷行、忍入等等 那我們成功的機會才會有 所以我們來到世界上沙佛世界,沙佛世界就是我們成就的世界,成佛成聖的世界 所以我們在世界上短短幾十年之間,難免會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會發生 這是每個人的,叫業率,也叫每個人的業障 當我們碰到不如意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內心去還行 好,不要一心一意氣責怪他人 這個也是統天,內心還行 一定要注意,年輕朋友們 你們未來的前途是無量的 但是你們這一代的挑戰 比我們六十幾歲這一代的挑戰 有不同的挑戰方式 但是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挑戰 包括一個病人,他也跟病魔在挑戰 當一位,身為我們國家總領導的總統 他也在挑戰 也在對自己內心的挑戰 和整個國際的挑戰 和整個全民 共同所需求 所需求的願望也在挑戰 所以若是我們能夠 時時去反省自己 了解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在事先上的挑戰 都可以迎刃而解 本人自從民國七十二年病癒之後 開始洪華 以《易經心法》和《風水學妙法》 廣結十番而言 這也是在挑戰 好,給大眾們 未來一個希望 是不是能夠給大眾的希望 有所依歸,有所結果 也是我本人自信的挑戰 也接受所有十方有緣的朋友們的挑戰 挑戰並不是面對面的 我跟你爭辯的挑戰 而是我們所領悟一切法 究竟能給朋友們多少 能給多少人得到安詳 這個也都是在挑戰 都是自信的挑戰 所以你自信的挑戰 要從哪裡開始 破除呢 就是統天的境界 就從內修、反省 來作為課題 所以本中文為心中 萬法為心 心是不偏不移 心是善心 慈悲心、愛心 但是也有人 他所發落的慈悲心、愛心 也常常 適得其煩 然後再來怪 做好事沒有用 事上錯了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學醫經 不了解醫經 沒有辦法不了解一切法 不了解一切法 那麼我們常常自我挑戰 作為挑戰 我們永遠永遠是一個失敗者 了解心法 就可以幫助我們自信的挑戰 立於不敗之地 也就是我們法門所開示了 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 然後幫助他人 這是我們微信中 弘揚義經 心法洪水學的廟法的宗旨 這也是內修 我們學習義經是內修 開發各位生生世世 所延續下來 所留下來 在第八四田裡面的智慧 開發出來 再拿出來用 這也是內修 反省的功德啊 各位世王善知識們 好,我們人生在世幾十年之間 人生六時不知修 等待何時再哪有啊 人生六時不知修 人生六時不知修 修行啊 等待何時再哪有 願以此名言 奉送給各位 各位 師王善知識 在民國五十一年的時候 本人當兵 到金門 登上大五山 到山上 站在人定勝天 四個字的前面 照了一張相 回來以後呢 以這人定勝天 作為自己的努力方針 試過四十幾年的今天 好,回想到這四十幾年來 人定勝天 這句話 這個名言 在我的腦海 在我的心中 當然起了很大很大的鼓勵 也是座右銘 萬華為心 萬華為心 一切要以自己 來努力 學習 創造美麗的人生 但是 在二十年前 本人行道以後 鬼谷先師開示 你要勝天 必須要 有這個階段 要勝天 必須要順天、和天、治天、達天、統天 以後才能勝天 當我 內心感觸到 這個 六國天的時候 我心裡很莽然 以前 只是在充滿了 一片 理想 自我努力 自我肯定 自我創造 自我奮鬥 的階段 當我 了解到順天、和天 治天、達天、統天 然而勝天的時候 又給我 增加了 無比的信心和力量 我終於找到 原來目標 和找到 要勝天的 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很多人 一直在喊口號 人定勝天 但是你要人定勝天 要有步驟 你怎麼做 你怎麼去實踐 怎麼去圓滿 那麼 人定勝天做一句話 後來等到我 學佛以後 學 學習佛學以後 才知道 就是所說的 歸於佛 歸於佛 佛是大智慧的境界 佛啊 是我們成就的一個果位 那麼 聖天也是成就的果位 聖天就是光明的世界 光明的人生 視為聖天 佛也是聖天 佛超越一切眾生的 智慧 超越一切眾生的煩惱 佛永遠沒有煩惱 佛永遠沒有顛倒夢想 那麼聖天也是沒有達到 也是達到 沒有煩惱的境界 所以各位 雙善知識們 今天我們已經談到聖天 聖天也必須要有五個步驟 所以本人在二十幾年行道之中 還是本著 順天 順天意 而不要破壞整個自然 尤其在風水學方面 鬼谷先師開示 不要破壞風水學 不要破壞大自然的調和 不要破壞大自然的環境 也不要破壞人的思想 也不要破壞社會的和諧 也不要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這即是我們順天的第一步驟 第二和天 我們要了解社會的動態 了解時代的背景 了解時代的變圈 了解一個人 他的福德因緣 了解一個人 他的功德行善基礎 究竟有多少 我們才幫助他 若是這個人都恨不夠 為非做歹 你讓他增加翅膀的時候 罪過是我們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要和天 好 應在鬼谷先師開示 來著不去 去著不留 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有緣則度 有德則住 皆順天裡 素素如意 所以順天 也是和天 好 接下來治天 我們要修行到成佛的境界 成就大樓精心的境界 成道的境界 成神的境界 我們必定要有妙法 於行妙法 於行聖賢傳下來的真理 我們用於生活之中 時時刻刻用在生活之中 那我們就能夠成佛 成道 事業能夠成就 也叫做治天 好 接下來 就是達天 達天 其中有一項很重要 就是孝道 敬孝 孝道 祭食 尤其在風水方面 我們很多人對祭祀 祭拜 都忽略了 我們人比神大 比什麼大 結果你搬了一棟房子進去 住的時候 家裡不平安 大小不平安 我就告訴他說 每年的過年 大年 或是大節 你一定要拜住家的地基族 你的小孩子就會比較平安 小孩子就會比較乖 結果有的不幸 弄成小孩子身體就弄壞了 弄雜了 那到說 一輩子的難過 有的不相信 弄到無口奈何 我說你要拜地基族 連小孩子兩歲以內 要拜床母 七月七日 要準備柚 柚飯 麻油 拜床母 你小孩子就好待 結果依法做了 平安 妙法 各位死亡 善知識 各位朋友 夜已經晚了 那麼我們每天 都在這個時候 共同來了解我家的風水 心靈家的風水 思想家的風水 藝術家的風水 發明家的風水 企業家的風水 但是都不理 調和兩個字 反正要調和 不過步驟 一定首先要順天 和天 治天 答天 統天 然後是聖天 那麼我們今天 一天以來 我們是不是有沒有聖天 有沒有超越光明的境界 思維天 光明的思維 是不是有沒有超越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是不是對親朋好友 有所虧欠 或是工作沒有做好的 或是我們有虧與朋友 等等的煩惱 是不是有 如果有的話 我們還是要再努力 我們還是要再努力 所以我們 接近睡覺的時間 我們還是要利用幾分鐘的時間 靜下來 想一想 我今天所擬定的目標 我所擬定的方案 我所擬定的方針 你們 是不是 有達到 聖天 達到 順天 達到 合天 統天 治天 以達天 尤其在聖天 的過程 當一個人 真正心靈達到聖天的時候 就已經成佛 就已經成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談聖天的法則 第一 前面五個天 圓滿了 荒有聖天 荒有聖天 順天 和天 治天 達天 統天 我們有圓滿了 我們才能夠 進到聖天的境界 否則 是一個妄念 妄想而已 妄想而已 好 再來第二 不可妄動 不可強求 當我們 順天 和天 治天 達天 統天 這五個境界 我們圓滿的時候 我們 不可妄動 那時候 我們 已經了解到 整個人生的過程 我們就 不要妄動 要更加的 靜下來 深思 考慮 也不可強求 所以 當一個人 為大策大悟以前 我們不要去 隨便批評他人的事與會 那麼我們現在 電視的媒體 一個一個比一個厲害 都在批評的事事恢恢 批評的總統 副總統 其他人怎麼批評呢 不對不對 那麼我請問你 換你當總統的時候 你怎麼做 是不是 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我們去批評他 說實在 以後我們會很 不好意思 佛告訴我們 當你為錯大悟以前 大錯大悟以前 絕對不能批評他人的事恢啊 你不了解人家的心理在做的是什麼 不了解人家的心理啊 他要開發第二個 章節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路程 第二個政策 你不了解的時候 你在這裡 人家吃迷你化修 這個我有時候電視打開來 聽了自己 心裡很難過 難道我們國家 共同的智慧 教育 還這麼 都沒有大智慧嗎 所以我們 不要太過於 批評他人的智慧 批評他人 當你批評他人 說實在的 有一天你領悟到 以前講錯了 但是 已經惡業 滿身了啦 我們有很多媒體的朋友們 你們的報導 當然是給民眾帶來無限的歡喜和希望 了解社會的動態 但是報導的方式 我們是要安定全民的心 為功德 如果造成社會的心不安的話 是損德啊 損這個道德 你自己無補 與社會無補 給自己的子女 更無補啊 所以我們要聖天 要聖天 你要能夠超越 所以 佛告訴我們 又相反地告訴我們 當你大錯大悟的時候 你更不會去批評別人 當我們大錯大悟的時候 更不會去批評別人 因為大錯大悟了 你了解每個人的因果力 了解每個人的因緣 他這麼做下一步是什麼 那麼做再進一步是什麼 他要圓滿整個社會的圓榮 國家的安定的時候 他的政策 宣佈出來是出階 在接下來的變化修正 我們的不了解 那麼我們大錯大悟的時候 就知道他的果是什麼 那麼他的過程之中 我們只能寄以期待 寄以祷告 寄以希望啊 所以各位 我們在 第二個聖天 不可妄動 不可強求啊 在這裡 跟各位 做一個簡單的 解釋聖天的法則 我們也願意 聖天的各種妙法 來回向給各位 時間的關係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